原标题,新星弹射器已完美测试通过,中国003号航母将使用电磁弹射,虽然说,中国已经建造出两艘航空母舰, 但是,这两艘航空母舰技术上,与美国的产品相差较大,美国现在所使用的航母,都是核动力蒸汽塔射,或者是电磁弹射航母,而中国所使用的航母,还都是常规动力滑车式航母。 不仅如此,航母的核心战斗力就是舰载机,美国福特级航母,能容纳近100架舰载机,而且其中还包括了固定翼舰载预警机,而中国辽宁舰只能容纳24架舰载机,即便是新舰的首艘国产航母,也只能容纳35架舰载机,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。 辽宁舰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,除了排水量之外,还有动力系统,起降系统等等,只有解决这些问题,才能够造出像美国那样强大的航母。 虽然美国用了近百年的时间,才把航母升级到现在的水平,但是我们不用,因为有很多技术都是现成的,不用再从头学习,而且有的技术我们甚至还要超过美国。 所以说,中国想要造出福特级航母来,又是恐怕远比美国预估的要少得多。 就拿电磁弹射器来说吧,据马伟明月事件上,中国的电磁弹射器水平已经超越美国,而且比美国更加稳定。 电磁弹射器其实不止在电磁弹射器方面,只要是电磁技术,中国都将领先于美国,我们的电磁炮能够提前登上军舰,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虽然美国福特级航母现在已经用上了电磁弹射器,并且要在不久的将来安装上电磁炮,但美国的电磁技术相当不稳定。 近千次的测试频频出事故,连美国人民都失去了信心,开始吐槽这艘史上最强大的航空母舰。 中国下代航母将采用电磁弹射,所以大家不要着急,我们003号航母安装电磁弹射器,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 据报道称,我国的尖销与B战斗机,已经在陆地上进行了多次弹射试验,测试效果非常满意。 我国的电磁弹射器高效期稳定,等到我们真正拥有电磁弹射航母的时候,在舰载机的作战效率方面,能够提升一个台阶。 相对于美国不稳定的电磁弹射器来说,中国的电磁弹射器将更加具备优势。 所以说这是一个中国的时代,几百年的驱逐时将就此改写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